请问一下民进党 整体来讲对我们性贫教育做的如何你觉得 我想今天一个民主的社会 怎么可以容许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 民进党此言 此言 在推动性贫 到今天为止 赖清德主席 对于他自己的辅院大 尤其陈建仁当过副总统 辅院党的发言 请问一下民进党 做过什么样的性贫会调查 什么样的考级会调查 这就是民进党 这个民进党 在这24年来 已经有16年的执政 是主要的执政党 请问一下民进党 整体来讲对我们性贫教育 做的如何你觉得 我想我们会通过 昨天在这里 希望贵院能够通过 这个性贫三方 本席在请教 民进党做得如何 这个民进党的性贫教育 请保护好吧 赛部长 民进党没有代表在这里 因为本席听说您加入民进党以后 现在民进党化得非常严重 所以政治语言也多 本席下来就在这里救教 这个部长 民进党所推出的县长候选人 在地方选举 格拉斯女士 然后向警方申请随护 这个随护在服公职 公共任务 政府的职务 在执勤的时间 被格拉斯 带去约会 甚至有没有 权势 辖势 性交 这个部分部长查了没有 这个是属于个案的情节 如何认定 这个请部长 你不管个案也好 通案也好 是不是要即可进行调查 本席在这里 已经清楚 由她的夫人 这随护的夫人 已经一再的 伸冤无门 伸冤无门 所以 本席在这里希望 保护部 即刻的来进行调查 而且昨天 这位随护的 太太 要到立法院来伸冤 听说受到极大的执政党的压力 要对她的先生的职务 来开刀 所以她最后选择放弃到立法院来伸冤 我想今天一个民主的社会 怎么可以容许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 民进党此言 此言 在推动性贫 到今天为止 赖清德主席 对于她自己的 府院大 尤其陈建仁 你当过副总统 府院党的发言 格拉斯 请问一下 民进党 做过什么样的姓名会调查 什么样的考级会调查 这就是民进党 是